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已经到来 大家会选择在家里吃火鸡吗 如果你还没有吃 那就请瞪大双眼屏住呼吸 因为小青接下来 要奉上一只十分特别的超大火鸡哦 怎么样有没有被吓到呢 被吓到的小伙伴可以先去给视频点个赞 获得小青的安慰一枚 没有被吓到的小伙伴也请点个赞 凭此领取一杯茶楼的节日特供红茶 现在请大家品一口红茶 和小青一起度过今年的感恩节吧 对于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镇的居民来说 这次的感恩节有一个特别意义 那便是镇上特来买商场的活动 疯狂星期五 前100名顾客将会领到免费的松饼机 天色刚刚暗下 人群就已经将商场大门堵得水泄不通 生怕自己成为第101名 但随着环境越来越嘈杂 整个人群已经成为抵达临界点的火药桶 任何一枚火星都将忽然引爆 商场保安显然明白这一点 可他也无能为力 只能一遍遍努力维持秩序 在这一片混乱中 杰西卡和朋友们来到商场大门前 开车的艾凡忽然想起自己的手机坏了 打算趁着活动换个新的 于是带领众人冲进停车场 因为杰西卡是商场老板的女儿 他们凭借这层关系根本不用排队 可以直接从侧面进入商场 但这一幕却让等待的顾客更加不满 而最为火上浇油的是 艾凡拿到手机后非但没有离开 反而隔着玻璃各种挑衅 这场景深深刺激着众人的心情 也让局面濒临失控 保安急忙让同事锁住大门 自己与警长维持秩序 不料话筒被一个男人抢走 随着男人一举开门了 憋了半天的火药桶彻底炸开 顾客们如丧尸般争先恐惑地冲向商场 更是将企图阻拦着警长推倒 保安见识不妙一溜烟逃走 屋内的杰西卡等人看到这一幕 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联盟让保安打开大门 但人群已经完全失控 只听几声吹响 玻璃门出现清晰的裂纹 下一刻轰软倒塌 将保安压在下面 一个个顾客踩着保安的身体冲进商场 更是有人被玻璃碎片划破喉咙 保安队长的妻子阿曼达来不及闪躲 被疯牛般的顾客撞倒在地 所有人彻底沦为野兽 为了松柄级疯狂抢夺 大打出手 杰西卡和男友巴比不知所措地蜷缩在角落 艾凡则十分兴奋 站在收银台 用手机拍下这难得一见的场景 全然不顾女友盖比的劝阻 在这一片混乱中 巴比注意到奄奄一息的保安 他刚想上前营救 右手腕突然被一脚踩断 疼得巴比倒在地上连连哀嚎 但阿曼达却比他惨上一百倍 他正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 一辆购物车哭笑而来 咔嚓一声撞断阿曼达的脖子 但惨剧发生后 杀人凶爪却浑然不知 怒火冲天地与撞车小伙子激烈争吵 队质间更是将阿曼达的头发卷入车轮 生生扯下他一块头皮 此时警长终于冲进商场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阿曼达的尸体 环视发现人们死得死伤得伤 警长彻底怒了 好笑着朝天花板扣动扳机 终于结束这场血腥闹剧 转眼已是一年后 新的感恩节即将到来 但商场大屠杀的余温仍未散去 不少民众堵在大门前示威游行 抵制商场再次开业 去年的保安队长也在镜头前怒斥老板汤马斯 就是因为他的疏忽导致自己妻子惨死当场 但这些口诛笔法却没有影响到汤马斯 一年来他不断做公益 试着挽回形象 更是打算继续黑色星期五的活动 并提前用一场花车游行造势 而巴比则在手腕断裂后销声匿迹 彻底淡出杰西卡的生活 随着感恩节临近 汤马斯打算带杰西卡一起 前往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第一个总督 约翰卡夫的故居拍摄广告 可等进屋却是一地狼藉 墙上还用红字写下特来买的大名 警长连忙打电话封锁木屋 他本以为只是古迹被破坏 但汤马斯提醒说还有盗窃 因为墙上原本挂着一把大斧 不过木屋被毁反而让杰西卡松了口气 他本就认为父亲做这一切都是无用功 只是想掩盖曾经的过错 但话还没说完 静默凯瑟琳便走了过来 杰西卡与凯瑟琳的关系本就不好 当前没好气地起身离开 随后杰西卡与好友们来到餐馆 几人忽然收到一个匿名信息 屏幕中是一张温馨的餐桌 仿佛邀请他们前来做客 但几人明白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不久前 他们的社交账号同时被标记 仿佛是被谁盯上 还不等杰西卡思索 莱恩忽然走进餐馆 他一直深爱着杰西卡 只是杰西卡之前和巴比在一起 让他们有机会 现在巴比消失 莱恩自然是第一时间趁虚而入 而杰西卡也需要一个肩膀依靠 便没有拒绝高大帅气的莱恩 莱恩刚一入座 便掏出几张球赛门票 成功收买杰西卡的好友们 杰西卡对此也颇为感激 可他一转头 忽然发现一个戴着约翰面具的男人 正站在餐馆外 默默注视着自己 那诡异的场面让杰西卡不寒而栗 但再回头 男人已经消失不见 不久后 面具男坐在暗室里 通过去年商场惨剧的录像 找到一个女人 正是餐馆的服务员 面具男仔细打磨利服 显然已经锁定第一个目标 烟幕降临 就在女人准备下班时 忽然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个面具 他只当是谁遗落 随手便戴在脸上 却没发现身后房门玻璃中的可怕身影 女人穿上衣服就要离开 突然被面具男狠狠按在墙上 吓得他惊声尖叫 就无法摆脱控制 面具男扬起利刃划伤女人的手掌 随后把他按进水池 又打开冷库门 让女人的脸颊冻在门板上 做完这些 面具男转身去拿利服 女人清楚再不逃跑 必死无疑 于是强忍疼痛 竟生生撕下自己的脸皮 好在这也让他躲过面具男的劈砍 女人魂不附体地躲进杂物间 奔向打电话求助 但他满手鲜血 连夜被毁容 根本打不开屏幕锁 这时 女人从监控里看到 面具男已经消失不见 脸毛溜出餐馆 朝自己的车子逃去 不料面具男竟发动他的汽车 女人彻底疯了 尖叫一声撒腿就跑 但他怎么可能跑得过汽车 最后一头栽紧垃圾桶 被锋利的盖子劈成两半 成为第一个死在面具男手中的人 隔天 警长急匆匆赶到特兰买商场 眼前的场景让他倒吸一口凉气 女人的下半身 竟被挂在招牌上 警长随后又来到餐馆 从监控中发现面具男的身影 可这面具在当地十分常见 无法以此来锁定凶手 校园内的杰西卡等人 也从社交媒体看到照片 一时间纷纷慌了神 杰西卡像是想到什么 打开之前餐桌的照片 发现每个盘子上都有一个人名 顿时明白 他们所有人都是杀人魔的目标 杰西卡急忙来到警局询问情况 警长已经看出 受害者是商场惨剧的一员 所以推断凶手大概率也是其中之一 但汤马斯坚称 当晚商场的监控录像损坏 警长便打印出网上视频的图片 希望杰西卡能辨认里面的所有人 并满脸真挚地请求他提供更多线索 警长的话让杰西卡心中一慌 因为他的确隐瞒了重要信息 杰西卡刚离开警局 意外遇到消失一年的巴比 去年的意外让他坠落谷底 如今在叔叔的工厂帮忙开吊车 此番前来也是要去警局接受审问 二人闲聊几句后 巴比忽然问起杰西卡有没有线索 毕竟杰西卡对他仍有感情 便说出埋藏在心里的秘密 原来 去年惨剧发生后 凯瑟琳为了形象和利益 悄悄删除商场的监控录像 对外声称监控损坏 但杰西卡清楚 父亲的电脑里还留有备份 眼下已经闹出人名 他无法袖手旁观决定暗中调查 就在二人分别之际 莱恩忽然赶到 一见面便与杰西卡亲热起来 并满脸挑衅地看着巴比 这让巴比既心酸又气愤 好在警长及时出现 把他叫做缓解尴尬 但几人都没注意到 警局门前的约翰雕像 在阳光的照射下 发出诡异光芒 与此同时 暗示墙上贴满去年商场参与者的照片 那逃走的保安脸上 更是被写下孬肿字样 显然 他就是面具男的下一刻目标 尽管保安对此尚不知情 却也从凶案中嗅到一丝危险 决定收拾东西暂比风头 然而他一回头 竟看到沙发上放着一张面具 顿时心中大惊 直觉后背爬满寒意 保安抄起目棒 硬着头皮在屋内四处查看 却被躲在暗处的面具男 用电钻刺伤大腿 随后面具男用钢索勒住他的脖子 双手用力瞬间斩首 面具男将保安的脑袋装进提包 又为猫咪添了猫粮 等回到暗室 面具男将保安的脑袋放在餐盘中 对面则摆放着女服务员的上半身 他拍下照片发给杰西卡 吓得杰西卡魂飞魄散 同时警方以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聚在一起商讨解决方案 但最终仍是一无所获 不过杰西卡这边已经有了新的发现 他偷偷打开父亲的电脑 调出监控录像 竟看到莱恩和那被踩死的保安关系飞浅 杰西卡连忙打赢画面 和巴比一起找到警长 这下莱恩的嫌疑直线上升 警长提醒杰西卡与巴比 要小心认识的每一个人 杰西卡将好友们叫到化妆间 七嘴八舌地讨论起凶手的身份 好友长发妹觉得莱恩不像坏人 艾凡更是直言 消失整整一年的巴比十分可疑 接着 长发妹又猜测保安队长也有嫌疑 毕竟他痛失妻子一定想要报仇 小黑是长发妹的男友 自然附和他的话 爱发没有脑子 觉得他们讲的有道理 眼看姐人说不出个所以然 杰西卡只好放弃 决定让警方调查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下一场凶案已经开始 学校橄榄球队长 与拉拉队女友来到训练室 准备在这里寻找刺激 女孩在蹦床上热身 男友看得津津有味 然而他刚转过去 男友并被面具拿扭断脖子 紧接着 蹦床下伸出一柄利刃 瞬间刺穿女孩的脚护根 尊心地统统让女孩嘶声惨叫 可因为惯性根本停不下来 最后被扎成筛子 惨剧很快传遍整个校园 老师当即决定 教廷即将到来的比赛 气得准备许久的爱凡暴跳如雷 他刚离开 警长便找上杰西卡等人 要带爱凡和盖比去路口供 爱凡的脾气来得快去得更快 转眼便和盖比如胶似漆地粘在一起 二人依偎着走进教学楼 布料刚到拐角处 就被等候多时的面具男迷晕 下一刻 杰西卡收到盖比的求助短信 先去寻找 却发现盖比的手机在清洁车里 杰西卡伸手捡起 猛然从屏幕中看到无声逼近的面具男 他连忙弯腰 显而又显地赌博偷袭 随后拼尽全力向前逃去 躲在化妆室的人头模型中 这一招果然有效 成功骗过面具男 杰西卡趁他四处寻找 小心翼翼地去拿剪刀 却意外碰到一旁的碰雾 面具男顿时发现目标 抡起斧子就要上前 好在杰西卡按下喷布将他逼退 转式撒腿就跑 终于化解这场危机 不久后 警长找到惊魂未定的杰西卡 希望他能提供更多线索 但当时情况紧急 杰西卡也顾不得细看 此时 巴比收到消息匆匆赶来 为杰西卡披上外套 紧接着 蓝恩也走了过来 直接把外套丢在地上 这可气坏了巴比 当场质问他 为什么隐瞒认识保安这件事 蓝恩解释说 自己只是找保安买药 并对巴比连连羞辱 这下巴比再也忍不了 对蓝恩大打出手 好在众人及时阻拦 才没让事情闹大 但他们的举动 已经让杰西卡彻底寒心 一怒之下赶走二人 这时长发妹的父亲赶来 决定带他前往佛罗里达 远离危险 眼看女友就要离开自己 小黑顿时坐不住了 带上杰西卡 找上贩卖枪支的好友 从对方那里 借来一把手枪 随后驾车与杰西卡 朝长发妹家里赶去 可他们却不知道 危险已经逼近 面具男潜入屋中 用麻醉枪解决警卫 又顾忌重拾 放倒长发妹的父亲 此时长发妹正忙着 戴隐形眼镜 忽然接到小黑 打来的视频电话 他一抬头 竟看到面具男就站在身后 不等长发妹反应 面具男便刺穿他的耳朵 随后拿起手机 得意洋洋地 向杰西卡二人挥手道别 等杰西卡和小黑冲进防护 发现面具男正举到 席吃长发妹 又亮出手机里 被绑架的盖币与爱凡 小黑瞬间失去理智 不过一切就要开枪 却因为忘了开保险 没有射出子弹 面具男趁机启动电锯 推开长发妹逃之夭夭 眨眼睛鲜血似箭 长发妹手指被根根切掉 紧接着开膛破度 等小黑反应过来将她抱走 长发妹已经失去性命 杰西卡更是被吓得魂飞天外 直到警方封锁现场 二人仍沉浸在巨大的恐惧中 眼看女儿这副模样 汤马斯决定取消明天的花车游行 可杰西卡却直接拒绝 眼下盖比二人还在面具男手中 他决定以身作儿 引出面具男拯救好友 次日大街上人山人海十分热闹 杰西卡深吸一口气走上花车 小黑的朋友忽然赶来送给她一枚戒指 表示关键时刻可以保命 游行正式开始 杰西卡等人忧心忡忡 不断扫视着围观居民 这时躲在暗处的保安队长戴上面具 竟直接拦在花车前 但她并非要伤害杰西卡 只是想抵制商场活动 就在众人的注意力被吸引时 一个小丑忽然冲出 抡起大幅砍下人偶服的脑袋 紧接着浓密烟雾从四周散开 人群瞬间陷入混乱 花车四季更是被船杆吐船脑袋 警员见识不妙 联邦让杰西卡等人上车 可还没来得及发动 就被小丑用麻醉枪放倒 只见小丑闲停信步搬上前 随手丢出一枚振包弹 接着钻进车里一枪一个 把杰西卡他们全部迷晕 而后发动警车消失在人群中 不知过了多久 凯瑟琳缓缓苏醒 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被面具男抹油 他强忍不适 继续假装昏迷 面具男也没有怀疑 转而撒起佐料 还在凯瑟琳的脚指缝插上蔬菜 这让凯瑟琳更加恶心 趁着面具男离开悄悄逃走 返回的面具男发现食物不见 抄起叉字四处寻找 凯瑟琳则在屋里捏手捏脚的躲避 期间还偶遇到橄榄球队长的尸体 和被关在冰箱隐隐一息的拉搭队员 凯瑟琳无视女孩的求救 拿起酒瓶关上冰箱门 但地上已经流出大片鲜血 随着面具男破门而入 一眼便看到凯瑟琳的脚印 此时凯瑟琳正高举酒瓶 躲在墙后叙事待发 然而面具男就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直接转身离开 还不等凯瑟琳松口气 叉子突然刺破墙壁 他顿时魂飞魄散 不顾一切向外逃去 最终被面具男一叉子制服 帮助手脚塞进烤箱 不久后 面具男开启直播 杰西卡等人全被绑在餐桌前 警方联盟展开调查 很快便发现直播员所在地点 可等他们冲进屋 却看到那是手机对着屏幕 紧接着直播中断 面具男切换另一个手机继续 他用变声器叫醒众人 一把掀开桌子上的盖布 下面竟是被摆成火鸡模样的凯瑟琳 这天赋认知的画面 吓得杰西卡等人脸色大变 汤马斯更是胃酸翻涌不住的呕吐 但面具男根本不管这些 继续进行这场特别的感恩节晚餐 他将红酒起字插进拉拉队员的搏梗 用高脚杯接下喷剑而出的鲜血 画面既毛骨悚然 又透露出异样的美感 随后 面具男拿着手机找到爱凡 让他在观众面前说出一件秘密 可爱凡刚开口 就被铁锤砸碎脑壳 其余人顿时魂飞魄散 但面具男的节目仍未结束 他切下凯瑟琳的一块肉 要让汤马斯亲口品尝 不过面具男不知道的是 杰西卡已经摸清戒指的秘密 他不动声色地用尖刺割开束缚 又把戒指交给小黑 恢复自由的小黑 起身与面具男扭打在一起 却在看到面具男抄起大服 后搞清楚局势 头也不回地和杰西卡逃走 但面具男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挥舞大幅砍伤小黑 随后朝杰西卡追去 二人一路来到室外 杰西卡翻越铁丝网成功逃生 惊魂未定地回到镇上 却发现警长倒在血泊中 就在杰西卡慌乱时 他看到一抹人影走进花车仓库 他连忙取下警长的配枪跟上 没想到竟是面具男 杰西卡举向刚想射击 却发现面具男摘下面具 露出芭比的面容 这下他彻底懵了 没想到芭比竟真的是凶手 不等杰西卡回神 警长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听完讲述连忙让他躲到屋外 杰西卡在门前忐忑不安 忽然听到四声枪响 紧接着警长踹开房门 告诉他芭比被自己射伤 很快警方进入仓库展开搜寻 发现正在直播的芭比手机 交给警长后一同离开 杰西卡正忙着轻女刚才逃亡时 裤子上粘的刺球 警长忽然返回要为他露口供 然而杰西卡刚起身 竟在警长扩腿看到相同的刺球 他顿时明白了一切 警长才是真正的面具男 而警长也从杰西卡的反应 意识到自己暴露 他不再伪装 直接关上房门 脸上的笑容也变得猙獰 杰西卡恐惧的浑身颤抖 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他只想知道 警长为什么要变成杀人魔 而警长也解释起一切 原来他施爱着保安队长的妻子 二人甚至已经有了孩子 但那场惨剧 却让他们一养两个 所以警长决定报复所有参与者 至于刚才的芭比 是警长提前把他迷晕 换上衣服准备嫁祸 没想到芭比意外苏醒 还把他打晕过去 说完这些 警长已经准备灭口 可他却忘了一点 芭比的手机仍在直播 这下真相大白 所有人都知道警长是面具男 警长恼羞成怒 就要痛下杀手 一把锤子突然从窗外飞来 芭比及时赶到救走杰西卡 去忘了最关键的补刀 醒来的警长手势大幅追赶 杰西卡二人只好继续逃亡 路上他灵气一动 开始为人偶充气 随后和芭比一同坐上汽车 却被警长放开推车拦了下来 紧接着 警长抡起大幅砍向杰西卡 好在芭比及时摆脱阻碍 将其甩掉继续前进 但警长又把车后的缆声 锁在钢筋上 让汽车再也无法移动 眼看他端得大幅步步逼近 杰西卡忽然注意到 已经站起来的人偶 连忙将手链塞进气枪 随着他扣动扳机 然后瞬间炸开 烈焰咆哮着将警长吞没 净化了他的罪恶 不久后 消防人员清理现场 芭比也坐上救护车离开 莱恩姗姗来迟 和杰西卡拥抱在一起 剩余的伙伴也平安归来 可就在杰西卡以为一切结束时 一名消防员却告诉警探 仓库里除了灰烬外 什么都没有 这句话成为杰西卡的梦魇 他总能看到浑身燃烧的警长 找自己复仇 但那到底是梦境 还是现实 这点就不得而知了 感恩节是上映于2023年的恐怖电影 本片导演是曾指导过 尸骨无存 人皮客栈等经典恐怖片的伊莱罗斯 虽然片中大部分砍杀场景都屡见不鲜 但还是有些别出心裁的设定 比如故事开始的商场疯强惨剧 后面的人体火机 还有借助直播公布真凶的套路 这些都让小青某大开眼界 美中不足的是杀人魔的身份和动机 警长竟然会为了别人的妻子化身恶魔 这点实在是有些牵强 而影片的最后也留下一个悬念 你们认为警长是否还活着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小青留言分享哦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出门前不要忘记留下我的茶欠 各位的点赞分享和评论 才会让小青有更多的动力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